响应国际女性科学日 国立东华大学和花莲女中 花岗国中以及蓝阳女中 5号上午是在花莲的文创园区 举办了2022东部国际女性科学日活动 超过了30个科学游戏摊位 以及上百位的女学生担任科学家 带领亲子动手玩科学 让民众认识国际女性科学日 进而支持女性参与科学的理念 实现性别平等的价值 为鼓励女性投入科学领域 破除性别造成女性参与科学研究的主力 每年2月11日定为妇女和女孩参与科学国际日 由于受疫情影响 原定2月12日举办的2022东部国际女性科学活动 延至3月5日 在华联文创园区举行 有东华大学、华联女中、蓝阳女中和花岗国中师生们 为民众解说科学 让民众动手体验科学的乐趣 也让女学生们扮演女科学家 为大家讲述知名女科学家们的故事 这次的活动主要是借由东华大学科技部的计划 支持着我们5年来 我们一直在2月11号的这个节日 左右在推广国际女科学家的这个节日 总共有32个摊位 从物理、从化学、从生物 各式各样的角度切入的小游戏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很特别的让学生去拍影片宣扬对社会 社会具有贡献的女生 我们想传达的就是女生有女生的特质 女生有男女不同的本事 女生也可以发挥这个特质跟本事在科学上 或者在社会上可以让自己发光发热 活动现场有冰雪奇缘、无字天书、空气泡、暴风旋转球等不同的科学小实验与民众同乐 花莲女庄已连续5年进行国际女科日活动 期盼让更多女孩建立更多自信 包含东华大学、花莲女中校长詹满福、花岗国中校长林恩明也都出席活动 其免有更多女学生们将来能投入科学研发的行列 记者长帮演华联士报导